现在却遭到了华航以及复兴航空的空姐爬上柜中拍照玩耍 还炫耀说自己很瘦才办得到 而这夸张的行为也让公司的形象荡然无存 现在华航找到了正名组员也表示将要寄过处分 照片中穿着华航制服的空姐 整个人侧躺在制物柜手垂直摆下 画面看起来有点惊悚 照片还被驻飞个无息遇到一群疯子组员乱爬 姐很瘦上班好开心啊 希望自己好瘦塞得进去 还有另一名复兴航空姐疑似要离职 也做了把自己塞进制物柜拍照嬉戏行为 让公司形象荡然无存 这么职业啊不是很理想 让民众观感不太好 不过这可以证明这个制物柜还蛮坚固的啊 一般来说科技制物柜承载重量大约72公斤 官司服员有阵子很流行这种照片 有的还倒掉甚至横跨 又传出把菜鸟空服员塞进制物柜 作为入航仪式是业界不好说的潜规则 国外的航空公司是比较open的 比较爱开玩笑的 把爬上制物柜拍照留念 做一个就是说工作辛苦之余 一个娱乐的这个感觉表达 话还回应组员的行为 严重违反公司规定会进行处分 而空姐虽然非执勤时段所为 但将这种照片po网自己以为好玩 却殊不知间接害了航空公司 夜面扫地 记者雷鸿吴平仪台北报